音乐 各位同学大家好 又到了钢体平面运动学的运动方程式的介绍 先前我们已经介绍了如何利用钢体的一些物理量 质量 惯性举还有加速度脚加速度等等 得知一个钢体它对某一个特定的点的旋转方面 力举方面的一些物理运动分析 那今天我们再做一些深入的探讨 我们可以将这先前所介绍的方程式 再做一些改写 那我们来看看 假设呢我们所推导的这个运动方程式呢 我们的参考坐标系就是重合在我们的直星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这个直星位置 刚好在直星位置上才有这么干净简单的一个方程式 那如果我们是针对任意状况 也就是我的参考坐标系是P点呢 那我们之前已经介绍了 我这个指点它对这个P坐标系它的例举呢 MP呢是跟我的X bar Y bar 也就是直星位置有关 也跟这个物体的加速度AP有关 然后也有这个对于P点的惯性举有关 那其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项也就是这个IP呢 它是这个钢体对任意P点的一个惯性举 透过我们的平行周定理我们知道呢 IP其实是我的IG钢体针对直星的惯性举 再加上距离平方乘上质量 那在这边呢我的钢体直星G到我的参考坐标系P的距离呢 就是我的半径R R平方呢也就会是我的X bar平方加上Y bar平方 我们可以将这个IP的平行周定理式子 带回我们第一条式子以后 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关系 我们发现呢 这个对任意坐标系P的这个例举呢 它会变成-Y bar M 乘上一个负的APX加上Y bar Alpha 再加上X bar M乘上APY加上X bar Alpha 最后再加上IG Alpha 在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我的最后一项已经简化成了IG Alpha 不再是IP了 那至于IP当中其他平行轴定理的相次呢 已经融入到前面的两项 我们会针对这前两项呢 再做一些分析以及简化 为了要做一些后续的分析呢 我们还是要进行这个加速度公式的复习 我们知道这个AG呢 它就会是AP加上Alpha cross R 减掉Omega平方R 这个是一个我们已经介绍过很多次的式子了 在这边我们针对平面运动学 将这一个向量方程式呢 进行下列的拆解 我们将这个XY方向的这个分量呢 进行拆解 AG就会有AGX以及AGY 分别在I还有J方向 AP呢 就会有APX以及APY Alpha当然是绕着我的Z方向 所以是AlphaK cross我的R呢 R就是我的X barI加Y barJ 那最后一项以此类推 就是-Omega平乘上X barI加上Y barJ 将这样的式子呢 再做一些拆解 我们将这个 这个 两个XY方向物理量分别的去分析以后 我们会得到 AGX就是APX 减掉Y barAlpha减X barY平 同样的我也得到一个 AGY的方程式 那我们先前运动方程式呢 想要探讨的两项 第一个是-AGX减掉X barOmega平呢 就可以利用上面的介绍呢 我们就可以进行下列的简化 下列的简化 那最后我们就带回我们的运动方程式 我们会发现 其中第一项-APX加上Y barAlpha 它其实就是我的-AGX 减掉X barOmega平方 而我的第二项当中 A-PY加上X barAlpha 它就是-AGY加上Y barOmega平方 那其中呢 我就可以整合出最后的这个结果 我的-APX就剩下了我的-AGX 我的-APY呢 则剩下我的-AGY 那这样的式子呢 就比较干净 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冗长的一个式子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的-P点的 针对这个P点的例举呢 它会是-Y barM乘上AGX 加上X barM乘上AGY 再加上IGAlpha 所以从此之后 如果我有一个直点的直星 那我有一个任意坐标系 我想要看 这一个钢体呢 对着这个任意P呢 它的运动方程式 我需要哪些资料呢 我需要这个直星 它在这个P坐标系的位置 也就是X barY bar 我需要这个钢体在直星的加速度AG 还有我需要知道这个钢体对直星的 惯性局IG 利用这些物理量 我就可以进行这个力举运动方程式的分析了 那这样的方程式呢 比我们先前的方程式 再更为简化了 也比较实用 那目前呢 我们就针对这样的探讨 我们来看一下 左边是我们原始的一个钢体 我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外力 还有力矩 还有本身质体重量 那这个钢体呢 它有着这个加速度 还有脚加速度等等的这个反应 那根据我们的介绍呢 它我们可以得到右边的这个等效分析方式 等于说我们所有的合力 还有合力矩等等呢 全部都凝聚到了我的这个直星上 那它就相当于是有一个直星上的MGX 直星上的MGY 以及直星上的IGα 三个物理量的合 那就会是我的这个整合之后 左图就可以等效成右图 那这样子的等效呢 就有助于我们进行任意钢体 受到任意外力任意力矩的这种运动分析 好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 我们任何钢体的这个平面运动呢 我们都可以产生出 三个我们所谓的统域方程式 或者是这个运动方程式 那这方程式呢 分别沿着三个方向 第一个是X方向 你的X合力会等于你的质量乘上 直点加速度 Y方向的合力呢 等于质量乘上Y方向的加速度 而我的力矩和 会等于我的直星上的惯性矩 乘上我的脚加速度 这样子的分析方式就相较于之前的分析呢 更为简化了也更为直觉 那各位同学要将这三个运动方程式熟记 接下来我们就针对这三个方程式来做一个范例 我们来看一台汽车 这个汽车呢质量2MG 那它的直星在这个G点 那我们假设呢 这个后轮呢 这个是一个后驱车 所以呢 主要的这个推进的力量是后轮跟地板的摩擦的 摩擦力的关系 这个摩擦力在推动这台车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车它的运动方程式怎么样可以帮助我们去求得一些位置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假设呢 这个后轮有着一个往前推的摩擦力FB 那我们的摩擦系数是0.25呢 我的摩擦力就会是摩擦系数乘上我的正向力NB 那我假设我的NB呢就是在这个B点从地板往上支撑着我的轮子 那在我们的A点也有一个支撑力NA 那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是假设 这个后驱车的主要的推动力量都是来自B后轮 A方面呢则是没有摩擦力产生 好那我们已知呢 我们这一个车呢会在这样的这个力学的条件下 我们会有一个朝着前方移动的AG 那在我们的坐标系XY的定义下呢 它有着一个-X方向的加速度 那在这边呢我就会有一些位置数想要去求得 第一我们先针对我们的运动方程式 先看看X方向上有哪些合力 我们知道只有一个朝着-X方向的摩擦力 是我们的X方向的力 所以第一条式子的等式左边就是负摩擦系数0.25乘上B的正向力NB 它会等于这个车体的质量2000公斤 乘上这个车体它的朝负方向的一个加速度 我们假设AG这个变量呢是一个正数 所以呢我们的AGX就会等于负的AG 因为它是朝着负X方向 至于呢我这个车体在Y方向呢有着受到了这个地板对A轮胎 还有B轮胎的正向力 所以NB加上NA加NB 再加上这个车呢本身自体重量有着朝下的-2000乘上加速度9.81的这个力量 这三个合力呢产生的加速度为0 因为我的车呢是平稳的在这个路面上移动 所以它在Y方向上的加速度是为0的 从这两个方程式呢还不足以求解出三个位置数NA、NB还有AG 因此我还需要第三条运动方程式 也就是我的这个MG呢要等于IG乘上α 那因为我的车体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 车是并没有在绕着我的直行转动 所以我的脚加速度为0 因此我的第三条运动方程式呢 力矩的总和MG呢应该要等于0 那从这个等式的左边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计算一下它的力矩 我们力矩呢是针对直行的力矩 所以所有的力对直行的力矩呢将其计算 并把它加在一起 那这边呢我们假设我的力矩是这个逆时针方向为正 所以我们要小心 不要做这个正负号不要出错 好那我们就得到了这一个第三条的运动方程式 加起来有三个式子就可以求解三个位置数 最后我们就求得我的加速度为1.59公尺 就是秒平方朝左方向 而这个针对B还有A点的朝上的支撑力分别是12.7还有6.88K牛顿 上述就是一个钢体平面运动 运动方程式的介绍 好我们也用了一个汽车在路面行走的案例做很简单的计算的范例 各位同学是否掌握了呢 是不是能够利用这一次所介绍的方程式来做更复杂的运动计算 我们再拭目以待 谢谢